暴力阻挠央视记者采访 真就学新闻学的吗 好 那么今天刷到一个新闻 说河北燕郊发生爆燃事故 央视媒体记者在现场进行采访 结果在直播采访的过程当中被阻拦 甚至说有暴力推散的动作 于是网上面的舆论也就跟着爆炸了 特别是正巧又刷到了一位老熟人 让我觉得整个事件就非常的讽刺了 大家可以先来看一下 可是这次央视的话筒似乎也不好用了 遭遇了暴力对待 中级协为此发出了连环三问 记者应该进行采访吗 记者是添乱吗 一纸通稿真能代替现场报道吗 答案很明显 记者应该采访不是添乱 而是通过报道能最大程度缓解公众焦虑 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通稿当然是代替不了现场报道的 因为官方通稿不会面面俱到 而媒体对信息的补充显得尤为重要 其实现在人人都可以通过手机拍摄 发送视频到网上 当地防是防不住的 与其任由谣言滋生手忙脚乱 不如直面镜头 将暴然的细节交代清楚 也避免自身谣言 用这么暴力的手段驱赶 真是让人看不懂 想要隐瞒什么呢 这位确实应该是老熟人吧 不少出现在我视频的素材里边 跟新闻姐姐嘛 我觉得差不多是一个风格的 话说我都觉得非常奇怪 她是怎么能够做到一本正经的 在那呐喊 记者的采访有多么重要 要保障群众的知情权什么的呀 这大姐自己不就是作为媒体工作者 一天到晚坐在空调房里面念稿子吗 大部分视频上来就是据网传信息 或者据媒体报道 怎么这个时候又想起来 媒体记者现场采访有多重要了呢 而且即便就这件事 明明没有经过任何的调查采访 就单纯根据网上面流传的两个信息 就说驱离央视记者的行为 是在隐瞒什么呢 这是一个专业的媒体人员 专业性的体现吗 你哪怕从逻辑角度来想想看呢 即便我是说即便这次事故 真的是因为某些人为因素造成的 但是记者在事故现场报道情况 难不成就能把背后的 违法违规的情况给拍出来吗 这种现场直播报道 最多也就是展现现场的情况呀 如果说非要隐瞒现场的情况 那本身确实也藏不住呀 现场本身就有很多围观群众 网上面也不少见群众自己拍的视频 那唯独就要驱离央视记者 对于现场的报道 目的啊 说就是为了隐瞒什么 这个逻辑到底在哪里呢 只从视频里面看啊 至少当时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了 现场存在危险 让记者离开 那么为什么对这句话完全视而不见呢 哪怕你主观上面不相信啊 这也是行为的一种可能的原因呢 那为什么就只在问 是不是在隐瞒什么呢 这挑动节奏的目的 是不是有点明显了 我再说一遍啊 你是专业的新闻媒体人 视频本身又是在呐喊 要维护记者的采访权利 结果最后又通过这种方式来引导舆论 这不是在抽自己的耳光吗 然后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槽点满满的啊 这个中国记者协会的灵魂三问了 真的 我去找了全文来看 上来一句话就让我绷不住了啊 鲜明的几个大字在那里 若网传视频为真 我们提出三个问题 不是大哥 你真不觉得幽默啊 别人玩什么网传视频为真也就算了 你也玩这个吗 你是中国记者协会啊 你总不可能联系不上那几个现场记者吧 你这全网发通告 义正言辞的呐喊 要维护记者正当采访的权利 你哪怕先亲自询问一下 采访一下现场的记者呢 看看事情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就算啊 就算结果是视频里面展现出来的内容 是完全一致的 也起码应该表现出来你的严谨啊 你一个记者协会都完全不去做调查了解 完了还巴巴给人上课 强调记者的现场调查有多么重要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好吧 而且啊 我想说一下 既然你都明确提到了记者现场报道的重要性 那你平时能管管网上面那些十几秒的短视频新闻媒体吗 永远都是一句据网友称 据网传消息 据相关报道 然后互相转发 也没见几个争取现场采访的呀 怎么平时不见你们认真出来管管呢 也对 毕竟你们自己都玩网传这一套是吧 不是啊 我还是想吐槽啊 真的不觉得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 那么关于这件事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首先当地事故指挥部很快就出了说明 表达了对于央视记者的歉意 当时经过专家检测 确实存在继续爆炸的风险 所以进行了劝离 不过呢 一线工作人员沟通能力不强 方式简单粗暴 因此引起了误解 事实上啊 事故发生之后 现场确实发生了二次爆炸 先看一下吧 就视频里面的内容来看 是不是在驱散 围观人员之后 又发生了二次爆炸 所以理论上面来说 依然存在三次爆炸的可能 这时候只能听相关专业人士的一点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了 我知道这种解释呢 依然不会让坚持阴谋论的人相信啊 不过我还是好奇那个问题 无论是建筑物本身存在质量问题 还是燃气工程存在问题 是有人存在独职犯罪 还是有人存在行贿受贿 这些难不成是媒体在现场直播的时候 通过现场的画面就能给拍出来的吗 现场能拍的就只能是倒塌的楼房呀 爆炸之后的情况呀 这些本身网络上面也有流传呀 那么一定要说是因为想要隐瞒什么 才驱离记者的 到底认为是在隐瞒什么呢